今天是2023年7月29日 星期六 会录一个短短的视频 讲一讲什么呢 就是 惊喜 惊吓 为什么呢 就不是前面这个数字 前面这个数字3.6就不是很惊吓 一向都是这样 是这个数字 哇 吓吓我 300% 即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是突然间六月份的数据 刚刚公布是3% 其实刚刚那个数字是2.9多 是 我不想它跌得那么快 但是突然间是见到3以下2.97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呢 这个很重要 这个指标性 因为联邦储备局这么久以来 就是加息 就是为了想把通胀压到 这个回到2% 或者接近2% 那现在已经见到3 还要再低一点的话 那我们可以预见 就是下个月或者再过一两个月 它就会变到2.5% 或者再低一点 那即是说呢 联邦储备局最近一次加息 或者可能再加多一次 总之就是 已经是叫做加息的周期就完成 而加息周期完成 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说 市场要升了 就是特别股市 所以就是配合昨天的分析 昨天的视频是说了 导言施指数要升 纳斯大克也要升 所以我就订了一个买盘 就是这个 微软 但是价钱多少 我们再看昨天的视频 那当然呢 我订了一个盘 那个盘 留了一样东西 未订了一个 date 因为订了今天 今天星期六 它没有开市 那我们订了一个 date 订了星期一开市的时候 是要买入微软的 是我的买了几十股 很少的 但是 身体力行很重要 就是我分析了 我就去做 做了我就再回来说 还有 因为我要入市 我就要把握到市场的脈搏 你要市场脈搏的话 你就要留意着这些数据 如果我不入市 我就未必会跟得这么贴 看看这些数字 但一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 突然间被我看到 那我想都没什么人这么快 OK 美国的失业率居然是跌三以下 那么 除了联储的加息要见顶 即使说将来不用再交 那我们股票要升了 这个当然 但是在我们其他用户上 我们在房产 其他市场上 又怎样呢 每一节都是六小小算 然后呢 大家觉得有兴趣 继续关注 因为为什么呢 我是业余性质的 所以现在都要上班了 录短些 Upload的时间又短些 OK 但是呢 你会发觉我每日六小小 就是六小 跟大家分享 Inflation Rate低了3% 很久没见了 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所以第一时间和大家公布 股市要上了 当然讲美国股市了